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富邦某某卡2022年的权力公告咯! 其中我个人觉得最不错的通路,这十八通路,第一个是台湾大车队,如果你去大... 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我们今天呢,来聊聊信用卡。 如果你喜欢网购的话呢,你之前应该有听过一集我们分享过一些网购的这个不错的卡片推荐嘛! 那现在我们要单讲一张卡片,然后就是台北富邦的某某卡。 我个人觉得在2022年你可以无脑使用,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在某某的通路里面,它有三大指定通路, 就是某某购物网,然后什么某某买买看,你就是稍微看一下官网,它有写到这三个通路, 你只要在里面做消费,用这张卡就是5%某币回馈无上限。 那它的某某币有两年的效期,所以你不会说现在拿到某币,但是下个月就过期,不会那么夸张。 所以你只要持续的有在某某购物网做消费,其实你的某币是可以抵掉的。 所以这点我个人觉得还不算非常的难用。 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活动型赠奖某某币,那这个活动型赠奖比如说它有针对这个春节, 然后来一个就是天天登录,然后就天天送你一个某币,那你最后可能连续登录10天送你10某币好了。 那这种活动的话,它的某币可能都会在最后一天就会到期,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要你一直来登记,一直来登录,然后最后一天就把它划掉。 所以这种活动就是所谓的行销专属的活动,这种某币就是效期很短,可能只有7天, 所以你就要稍微做个区隔。 但是信用卡的这个某币,它的到期日大概都是抓两年左右, 今年拿到的点数明年底才会到期,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 使用上比较没有那么压力。 那第二个叫做,我觉得很不错的优惠,叫做千大金品品牌最高10%回馈无上限,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回馈无上限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 对于银行来讲,它如果要就是给你无上限的去刷它, 其实它的成本支出会非常的沉重。 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台北富邦也是同样这间银行, 之前上过他们的凯博节目,他们信用卡的副理就讲说, 之前有人在101,我已经讲过这例子讲很多遍, 是他们自己跟我讲的,买了一个800万的包, 结果刷了这一卡那时候3%,他就拿24万点的9ポイント结束回去, 24万点你有办法想象这要怎么用吗? 当然就是吃喝玩乐又这张卡片用点数抵, 当然都抵不完了,但是非常的惊人, 所以你就知道点数回馈无上限, 其实是还蛮有杀伤力的, 这个不论是回馈超杀, 还是对于银行就是那个口袋, 挖银行的钱出来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很惊人的, 那Momo卡也有这样子的特性, 就是它是5%mobi回馈无上限, 活动为即日起到6月30号, 所以这半年的期间如果你想要再Momo买东西, 这张卡片的5%mobi回馈无上限是值得考虑的, 那另外一个叫做千大精品的品牌, 10%回馈无上限, 这个也是,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品牌, 刚好也是它的指定通路里面的, 就是我们现在有指定品牌合作, 比如说赛摩斯, 我举例啦, 或者是Levice, 或者是Dyson, 那么你去买这个商品, 然后拿来当做公司尾牙正将, 你也可以打个九折,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叫什么省钱的小确幸, 小撇步, 你可以考虑这样子, 那再来第三个, 逼悠游最高10%回馈, 这个是蛮妙的, 因为这张卡片的悠游卡功能, 其实本来就是通常都是顺便让你去使用而已, 就是少一张卡, 你不用一张悠游卡, 一张信用卡, 它帮你结合在一起, 但它现在因为要让大家更粘着度更高, 就是更常去使用这张卡片, 所以它对这个悠游卡的支付, 它有给回馈, 那它的回馈有几个通路, 其中我个人觉得最不错的通路, 这10%通路, 第一个是台湾大车队, 如果你去搭车, 用悠游卡结账, 逼这张卡片, 有10%回馈, 那另外一个是你在coco都可买饮料, 也是有10%回馈, 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上线只有30点, 就是说买300啦, 你可能搭一趟车就没了, 你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北富邦银行它是一个大气的银行, 然后你可能就会想一下这样子, 没办法, 因为银行它想了一些有趣的明目, 能够让大家去使用它, 但是它就不想花太多钱, 所以它就会做一个, 每一个人每个月可以拿到的上限, 或者是总量上限这些东西限制, 让它不会支出太多, 那你如果觉得不适用的话, 你就不要用, 没有关系, 但是它是有这个优惠的, 那也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去用, 因为觉得太烂了, 所以你反而可以用得到, 这是我觉得你要反其道而行去思考的, 除了上面讲的这三个优惠之外, 还有一个也不错, 叫做电外消费绑定指定行动支付最高3%, 毛币回馈,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那个永峰必备卡, 它在2022年的权益改烂了, 然后它的行动支付最高3%, 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它每个月呢, 递销要2000, 上限只能刷15000, 但是这张卡片的部分, 它没有递销2000的这个门槛, 所以你可不可以用这张卡片来取得毛币, 可以, 那绑在Apple Pay, 或者是Line Pay接口都有, 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还算有心的这一点, 因为它也知道说其他行动变烂了, 所以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加码, 大家就会注意到了,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所谓的1到2月份上车的人, 全团一起抽大奖, 叫做这个Marshall Action 2蓝牙喇叭, 这个蓝牙喇叭我看一下, 它的价格好像也是上万块钱, 虽然说是所有的卡友一起抽, 但是有机会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 它11月12月还有1月份都有不同的活动, 你只要申请极灿黑的卡片, 那你就有机会可以来进行抽奖, 那11、12月份已经上车的人, 当然就不能抽了, 所以这是for1月份来办卡的人, 你只要首次申办这张卡片, 你就符合这个抽奖资格, 所以重点是在1月份申办才有, 如果你是11、12月份就已经上车, 那就没有办法了这样子, 那听了上面的这些官方权益,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参考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有更详细的解释, 那除此之外, 也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还是特别举办了一个活动, 为了回馈大家, 你现在如果跟团的话呢, 我们在12月31号以前, 我们是送你200某某红利金, 那你符合资格, 我们就是确认完你的身份, 我就把200红利金汇到你的户头, 那我们12月31号以前, 回报, 我们都已经给完了, 那1月份的部分, 我们的玩法是给200积分, 那这200积分也一样, 就是确认你是本团之后, 我们就会回到你的积分系统, 那我们会在下旬开始, 就是正讲的动作, 那也为了感谢大家, 所以我们再多增加一个选项, 也就是12月31号以前的, 这个200元的某某红利金, 你也可以选择, 所以你可以选择200积分, 可以选择200某某红利金, 或者是全团5000, 赖礼物的大抽奖, 所以你有三选一, 所以我特别增加的这个选项, 是让大家来做选择, 那如果你之前就已经回报了, 但是你想要拿某某红利金的, 也要请你就是私讯我, 然后让我来帮你做一个更正, 这样子, 那这个活动呢, 到3月31号, 所以请大家就是把握机会参加, 那一样就是首次申请, 某某卡, 某某卡有三种不同的卡面, 一个某某口, 一个是kiwi, 就是绿色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集颤黑, 你必须要之前没有办过这三张卡片, 然后来申请, 就符合领奖的资格, 因为我们后台都可以查到资料啦,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骗人的, 那如果你是已经有了, 比如说粉红色这张卡片, 那你加办其他很黑, 不好意思, 那就不符合资格了, 因为我们的MGM活动, 是根据银行的规则来做拟定的, 所以银行说你不符合资格, 他不会给我200毛笔, 我就没有办法给你200的这个奖励,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要提醒大家可以参加, 我们在1月18号, 我们有一个贴文上线, 你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它的活动很简单, 就是你拿到了集颤黑的卡面之后, 你去摸摸下单, 下单之后东西会寄到你家吧, 你把它做一个开箱, 把卡片跟你的战利品拍一张照, 然后在我们的粉丝页下面的贴文, 就是分享你买了什么东西, 然后按赞公开分享, 就这么简单, 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5000块MOMO红利金, 那因为要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中奖, 所以我是把它拆成五个人, 一个人拿1000块钱, 所以我钱都准备好了, 那你要来参加了吗? 很简单, 我们只是单纯的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 就是办卡来使用卡片, 你来享受一下这个MOMO集颤黑的这个, 这个刷卡赚点数进来的这个快感, 那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来分享, 说不定你就可以再多带1000块回去, 那本盘呢会在, 因为活动到1月31号嘛, 所以大概是2月底3月底的时候, 会来抽出得主, 然后我们会公告, 那你就看到公告之后7天之内来领奖, 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也要特别去注意, 我们一定会在原本的粉丝页下面, 这个贴文的下面公告得主, 那也别忘了就是要实时会来关注哦, 希望呢这张卡片呢能够让你在2022年, 就是能够省下更多钱, 说真的, 我现在反而比较少在PC用买东西, 那反而比较常在MOMO买,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们的物流系统就是比较好, 有时候今天早上下单, 傍晚东西就来了, 台北新北可能就是有6个小时的这个送货的服务, 也不错, 所以你们自己也可以就是, 透过这些信用卡, 帮你多省下一些钱, 我觉得这是好的, 但是也不要扩张消费啦, 因为你如果买太多基本上钱付不出来, 惨的也是自己, 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财务自由着想, 透过信用卡省钱很棒, 但是不要扩张消费,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